川普在白宫举行了纪念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事件16周年的仪式 早上8点40分举行默哀 那是激励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时刻 另一架飞机在23分钟之后撞击了第二座事贸中心大楼 去大的摩天大楼随后在火焰和烟雾中倒塌 在纽约的纪念仪式上摩埃后逐格念出911遇难者的名字 川普总统还参加了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 在911事件当天 私下民航飞机中有一架撞向五角大楼造成严重破坏 川普在有国防部官员出席的仪式上发表讲话 对在911袭击和救援行动中丧生的人们表示敬意 他说恐怖袭击很可怕但美国此后变得更强大 那天不仅世界改变了 我们也都改变了 我们的眼睛被打开 看到我们所面临的邪恶的深处 但是在那个黑暗的时刻 我们也有了复兴的目的 我们的差异从来没有如此之小 我们共同的纽带从来没有如此坚实 我们今天站在的牺牲地 是我们全国团结的力量的纪念碑 们到国为党的区计划 而作为了亚烈的力量的 有充滞 感谢观看